腾阳言要在台海地区制造所谓地域景象的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最近突然改口 说他在珠海航展后意识到美国的无人机技术产能与库存 根本无法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军事部署的挑战 无独有偶就在当地时间11月24日 美国军事网站1945称 中国正在研发的轰-20引擎轰炸机对美国在东亚的空中优势构成了挑战 虽然他们这么说的一大目的是渲染中国威胁 但美国人的心虚也是显而易见的 大家好 这里是小流播报 先说说美国军事网站的这篇报道 报道称 传说中的轰-20引擎轰炸机的设计特征 与美军的B21突袭者轰炸机类似 它不仅采用隐身设计 能够躲避雷达探测 而且其航程可能超过东亚范围 美国媒体认为 轰-20能够搭载常规武器或核武器 而这将增强中国的核三位一体能力 1945还预测说 到本世纪30年代 有了轰-20的中国 将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直接挑战 小流在报道中发现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轰-20的任何技术细节 甚至是这款型号是否真的存在 但它已经让美国的作战规划者和国防采购分析师非常沮丧了 这篇报道写道 每当美国空军在隐形战机技术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时 中国总是能迅速赶上来 所以也不难想象 为什么美军印太司令布司令帕帕罗 会突然在珠海航站后改口了 今年6月的时候 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称 帕帕罗在参加2024年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时 透露说要利用复制者计划在台海地区制造地域景象 意思是 一旦中国大陆的舰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穿越台湾海峡 入侵台湾 那么美军就要用数千艘无人潜艇 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机淹没台海 复制者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 2023年9月宣布的 说是为了针对中国军事力量规模的不断持续增长 美国国防部准备在未来18至24个月内 大量装备无人作战系统形成规模化效应 以美军无人系统的大规模 应对中国军事力量体系的大规模 而帕帕罗提到的地域景象 简而言之就是出动大量智能化成本低廉的自杀式无人装备 消耗并拖住解放军 然后给外部势力军事介入争取时间 当时帕帕罗的原话是 我想利用一些机密能力把台湾海峡变成一个无人的地域景观 这样就能让他们在一个月里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 从而为我争取时间去做其他事 然而就在珠海航展闭幕两天后 帕帕罗就推翻了自己不到半年前的豪言壮语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报道 帕帕罗19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演讲上公开表示 在印太地区广阔的海洋中 只靠无人机无法完成他的计划 帕帕罗当时的原话特别讽刺 给大家还原一下哈 他说 中国有2100架战斗机 3艘航母 200艘作战舰艇 而我们有几架无人机 好的 收到 没问题 而当被问到他要如何指挥复制者计划中的无人机时 帕帕罗是一言也不乏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此前的报道 第一轮复制者计划的预计耗资就要约10亿美元 花这么多钱有没有效果 我想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的回答很明显了